南无阿弥陀佛 好 我们继续来看后台留言的问题 有您有问 老师您好 莫学曾经参加过一些助念团 有的助念团团长说 临终助念需要诵经持咒消业障 或者要临终者必须保持清净心念佛 才能往生 但最近有听到法师提起 助念是上老大师发明的 借此想向法师提问 如何正确的助念 以及临终知识的关怀 好 既然有年有提出关于助念的问题 那借此因缘 我就系统完整的回答一下 助念 是我们的开宗祖师 善老大师 善老大师发明的 助念 就是助成念佛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助念的目的 就是引导灵中 以及命中的人 一起一起跟随 善知识念佛 助其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给别人助念 就是助成 这个临终者呀 保持念佛往生的志向 那助念呢 它是针对 平时不念佛 不学佛的人来说的 那如果平生 就已经有一项专称 一心怨生的志愿 那么这样的念佛人呢 是不需要在灵中 助念的 所以我们专念佛的人 都是平生夜成 那么灵中呢 自然不需要助念 那对于 平时不念佛 不学佛的人 来说 那么灵中 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所以我们的目标 目的 就是将灵中者 在最后 把他往砖赴砖的念佛的道路上 来引 助成 对方 念佛的行仪 所以不是往杂行杂修上拉 那么如果你把 那么如果你把临终者 往杂行 杂修上拉 又给他诵经 又给他念咒 那就会对他往生 极乐世界 形成 就遇到善 就遇到善知识 那善知识呢 都是安慰他 去称名 念佛 所以我们助念的方向 目标 你得正确 我们是引导 安慰 临终者 最后走上 念佛往生 极乐世界 这条大道上 讲一个故事 当年 圣护院 第十代的 五品亲王 庆慧 他患了很严重的病 虽然用尽了医疗手段 但是效果不佳 于是就命 很多 德高望重的高僧 给他转读 大般若经 来祈祷 但是病情呢 还是 每况愈下 没能得到 痊愈 所以当时呢 有一个律师 叫石昌律师 就邀请 我们的智慧第一 大势智菩萨 再来的法人上人 来为他做 往生的 安心开示 这个法亲王 就在病榻上 问法人上人 如何能够在今生 可以脱离 轮回之苦 远离生死 大海呢 凡上人呢 就慈悲的 为他做 安心的开示 就告诉他 出离生死 出离生死的要路 不如往生 极乐世界 而往生 极乐世界的阵型 为在念佛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随顺 阿弥陀佛的本愿 阿弥陀佛必定引接 不要怀疑 在观经当中 佛亲口成言 就说了 光明变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所以念佛 必定可以今生 出离生死 这个五品亲王听了 凡上人的开示 内心 明了阿弥陀佛 本愿他力救度的一去 所以内心呢 得到了大安心 之后就念佛 不懈怠 第二天呢 在念佛 生当中呢 就厌弃 往生了 那像这位 敬会 法亲王 他很有福报 本身 他作为皇子 身边的杂园 就会很多 那么当时呢 也邀请很多的 大德高僧 来诵读大波罗经 所以在 祝臣念佛的杂园 委员障碍 就有很多 最后呢 他很有福报 有一位 时昌律师 邀请了当时 作为日本 信土宗 开宗祖师的 法人上人 所以这位 法亲王 他就问 法人上人 关于今生的 出离之路 所以法人上人 很慈悲 就一步一步 引导他 去念佛 首先呢 就告诉他 想要解脱 生死 出离轮回 唯有往生 极乐世界 那么这句话呢 法人上人 就是在引导他 一心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因为佛徒很多 当我们娑婆世界众生 你想要今生 就能够得到解脱 那就要一心 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那么第二句话 法人上人说 往生极乐世界的 镇定之业 为在念佛 那么这句话呢 法人上人 就是在告诉他 既然我们 选择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为在念佛 称名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将他 引导 到一向 专称的道路上来 那么第三句话 反正上人说 佛的本愿 是让众生 称念他的名号 那我们念佛 就是随顺 佛的本愿 那么既然 随顺佛的本愿 就必定往生 因为佛啊 他精口成言的 在观经当中 就说了 阿弥陀佛的光明 辨造十方世界 可是对念佛的众生 是摄取不舍的 那么你不要怀疑 这是佛 亲口说的 那这些话呢 就是让这位 法亲王 得到安心 让他能够 安心在 称名 往生上 所以反正上人呢 就是在给我们 示范 助念 在助念上 反正上人 从三方面 给我们展示的 很清晰 第一点 就是引导对方 艳尼苏婆 一心选择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第二点呢 就是引导对方 选择 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第三点 就是令被助念者 能够安心在 念佛求生 这件事情上 所以这三点呢 主要就是令对方 宴会心境 安心 念佛 所以很清晰 那么第二呢 就是助念 只可念佛 不可以 诵经 或者持咒 那我们通过观经 下品上身 就显示 临重助念 只可念佛 所谓助念 就是引导对方 帮助对方 去念佛 那这位年友 他就说了 有的助念团 团长说 这个人业障太重 得念经 拜颤 必须送地藏经 来消业障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难道名号 不能够消业障 难道名号 消业障的功能 还不够 难道诵经的功德 大于念佛 大于念佛的功德吗 那我们来通过 下三品的众生 我们来理解 你像 下三品的众生 都是无善 造罪的众生 那首先我们来看 下品上身这个人 在观经当中 就说他是一个 造作众恶之人 也就是十恶业 杀盗淫妄 等众恶之事 他都造了 那么又因为他一辈子 没有接触过佛法 所以没有傍佛傍法 就这样一个恶人 整天造恶造罪 没有惭愧 那么就是这样的众生 平生造作了十恶业之后 没想到在 生命将中之际 遇到了善知识 因为他平时一辈子 就是造罪造业 他没有机会遇到 和接触到善知识 那么临终的时候呢 有学佛的人 就来劝他念佛 所以还算有福报 那这个善知识 看到这个人快要死了 首先 就给他说了 大乘经典的名字 比如 妙法莲华经 能言经 金刚经 圆绝经 心经 地藏经 等等 那为什么要念 这么多部经的名字呢 其实念经体 就等于 小颂 一部经文 因为经体呢 就是经文 一里的浓缩 所以古人说 智者见经体 便知一切意 所以颂经文的题目 可以算说 就是颂经 因为它是临终之际 这个时间 很短促 所以 善知识就给他 念了一串 大乘经典的经名 他听进去了 也接受了 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除去千节 击中恶业 除了一千节的恶业 但是一个人 造的罪 是无量 无边的 华严经就说了 我们无始节以来 所造的恶业 那如果有体相的话 整个虚空 都没有办法容受 所以善知识看 不行呢 这味药不够猛烈 得下猛药 所以善知识很会 关机斗教 但善知识就又教他 合掌称 拿摩 阿弥陀佛 也就让他 口里称念 这句 拿摩 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罪人呢 也挺听话的 就跟着念了一句 拿摩 阿弥陀佛 结果怎么样呢 称佛名故 出五十亿节 生死之罪 因为他称念了一句名号 出了五十亿节 生死之罪 那么刚才诵经 是一千节 没想到一句名号 灭五十亿节 还是生死重罪 那么从数量上来看 就区别很大 一个一千 一个五十亿 那么一个除的是 一千节的恶业 可是念这句名号 除的却是生死重罪 这个生死之罪 和恶业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千节的恶业除了 可是他除的不是生死之罪 那你还得死 你离解脱生死 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可是念佛除的就是生死之罪 把你生死罪除了 你不就不死了 永远不死 永远不死 就是解脱成佛 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寿 那么所谓的生死 我们六道众生呢 是分段生死 菩萨他也有生死 只不过呢 他是便意生死 只有佛 没有生死 这下好了 一句名号 五十亿节 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就全部消了 那么下品上身 讲五十亿 下身呢 讲八十亿 其实说所有的生死罪 都把你除干净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它代表的是圆满的 全部的意思 打个比方 就像这间房子 假如它是五十平米的房子 到了晚上 黑咕隆咚的 你把灯一打开 啪 五十平方的黑暗都没了 那如果是八十平方 就灭八十平方的黑暗 所以他这里说的 就是全部的意思 也就是说 将你全部的生死重罪 给你灭掉 那么下面 那么生死重罪灭掉 阿弥陀佛就来迎接 接引这个人 那么接引这个人的时候呢 阿弥陀佛就说了 诸罪消灭 你所有的生死重罪都灭掉了 那既然没生死了 不就入裂盘 成佛了吗 所以通过下品上身这个案例 那如果有助念团说 念佛不够 还要念经 拜颤 消业障 你们说对不对呀 下品上身 这个恶人 就告诉你答案了 念半天经 灭了一千恶业 一千节的恶业 可是念佛名号 就灭了五十一节 还是生死重罪 这不可比呀 云离之别呀 就好像一千韩元 和五十亿美元 你选择哪个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 那我们继续依下品上身 我们再往下看 经文接下来就说了 他念了一句名号 当下灭除了全部的罪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 大士智菩萨 马上出现在 这个罪人面前 阿弥陀佛就亲口称赞 善男子 那我们在经书上经常读到 善男子善女人 什么样的人是善男子 今天就告诉你 念佛人 就是善男子 这么个恶人 念了一句佛名 就转变身份了 成为善男子 所以佛法的善恶观 是很高的 所以偶一大士就说了 武力十恶皆明善女 只要你称念这句名号 哪怕你是武力十恶的众生 你也是善男子 善女人 因为众生 你解脱不了轮回 你通通是恶 所以经中说五恶道 整个五道 有的翻译六道 都是恶的 只有解脱 才是善男子 所以整个六道轮回的生命 都是恶种性 那你想要从恶种性 变成善种性 就只有念佛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 阿弥陀佛就说明 他来接引他的原因 和赞叹他的原因了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就是 阿弥陀佛亲口在告诉你 我来接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以辱称佛名故 诸罪消灭 我来引辱 这是阿弥陀佛的原话 阿弥陀佛亲口赞叹就说了 因为你念了我的名号 诸罪揭消 所有的罪 都已经灭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我来迎接你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这个下品上身的人 他只是念了一句弥陀名号 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阿弥陀佛亲口说了 我是因为你 称念我的名号的原因 我来接引你 并不是因为你 之前 文经题的 原因 我来接引你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么临终注念 是要选择名号 因为这句名号 才是顺阿弥陀佛的本愿 那你诵经持咒 都不是顺佛的本愿 所以通过下品上身这个案例 告诉我们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个 念经不如念佛 这还不是一般的不如 天地之差云离之别 念经念了半天 结果是灭一些罪 念佛当下 就这个轮回的生死重罪 通通就全部灭了 鸟脱生死 往生成佛去了 所以这个是多大的差别 第二个 什么是善知识 什么是善男子 那么只有教人念佛的 才是善知识 所以我们 要给别人助念 你要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你得把对方 往念佛的道路上来引 那如果你不是 把他往念佛的道路上来引导 你反而是把他从念佛的道路上 让他退世下来 那你是善知识 你这是恶人 也是善老大师说的贼人 谭卵大师说的 无赖恶人破他胜德 你破坏他人 念佛殊胜的功德 那什么是善男子 念佛的人 佛就赞叹他是善男子 帮助别人念佛的人 佛就赞叹他为善知识 所以我们助念的人 别人那么信任我们 我们叫做念佛的善知识 来引导对方去念佛 成为善知识 让他也成为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这是相互的成就 所以给临终者助念 你只可以引导念佛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火烧眉毛了 你必须下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六字名号 这位阿切托要 那么其他一切都是 少善根福德 不能使对方解脱 不能根本救治 凡夫轮回的生死业障 所以阿弥陀金就说了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胜彼国 又说支持名号 也就是支持名号 是多善跟多福德 所以到了临终 你只可以劝别人 念佛 所以广青岛和尚 他在临终的时候 也算给我们表演了 如何给临终者助念的忠告 你像广青岛和尚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忽然一反平常 其实就是考验弟子 他很紧急的 命大众为他送大藏经 那大藏经浩如烟海 真不知道从哪送起 于是呢 弟子就问他 老和尚要送哪一步呢 老和尚回答说 送送 所以大众呢 就赶紧 请出一大步 一大步的大藏经 搬的呢 也是气喘吁吁的 可是看他老人家 一副决定 要往生的样子 那么内心当中呢 又急又难过 那么内心 一急一难过 就更不知道 从哪里送起了 这老和尚就说了 看你会什么经 通通给我送 于是大众呢 就一步一步送起 心经 金刚经 药石经 地藏经 可是在这个 紧要 生死关头 才发现 连仅仅 二百多字的心经 都几乎要送不顺口 可以说呢 是口诵心交 那么当大众 搬大藏经 一步一步送的时候 老和尚 只幽默一笑 自己在那里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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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呢 也没有受周围 送今生的影响 其实老和尚呢 就是在表发给他们看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总送 往生其乐世界 唯有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往生之夜 念佛为本 往生之夜 念佛为先 所以这句名号 就是摩尼宝珠 它包含了一切功德 什么经的功德 什么佛菩萨名号的功德 什么咒的功德 都在里面 因为这句名号 玄造大师在 称赞净土 佛射手经就翻译了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那为什么要舍下 这个摩尼宝珠 你去捡那些碎银子 这不是很愚痴吗 对不对 所以助念 只可念佛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两点 我们下一节课再说 净土中 临终关怀 八大服务 签署申请 法师和家属沟通 让家属了解 放心交托 生前关怀 法师为往生者 生前开示 让往生者认识 及信受弥陀 放下万元 临终关怀 临终开示 断气时 由法师为往生者 做临终开示 让王者 无忧恐惧 顺利往生 排斑筑念 由各念佛会 排斑筑念 八到十二小时 让王者在筑念身中 蒙佛皆以 往生极乐 入炼仪轨 由协伴人员 南排专业人员 为往生者 晋升 更衣 法师亲自主持 勿练仪式 告别仪式 告别式会场 由法师组法 志工联友 参与法会 庄严会场 宿葬入土 由法师主持 或协伴人员安排 协同 职工 联友 及家属 共同圆满 座七操健 往生者 家属 四十九天内 每周日 悼念佛会 参与座七 及听经文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